明天會反彈嗎 魏远明天會反彈嗎 好 我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大盤的上升軌道 君先生你還記不記得 上個禮拜我跟大家報告說 你要等待下一次的紅萱萱來臨 才能夠做一個介入的動作 上次大概在這裡 所以今天出現一個重作 其實我們看一下 距離這個所謂的一個 上升軌道線的距離 其實已經非常非常的靠近 可是我跟大家來講 因為現在市場上面的共識 都是說季線會有支撐 可是今天偏偏季線稍微跌破一點點 那我的看法就是說 其實明天的一個走勢 原則上還是會走低 還是會開低 但是開低走高的機會會很大 為什麼我這樣子跟各位講 我們來看下一張的一個 CG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分別從我們的一個 期貨 對 我們從期貨 從台股的一個結構上面 就是從電子 從金融 從傳產 飛晶電的部分 我們去做一個觀察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今天的一個台子期 它有稍微收繳到季線 可是大家一定很害怕 這個季線會不會守 我跟各位來講 我們要從另外三個做一個架構來 架構來做個分析 今天的電子期已經跌到了半年線 所以原則上 娟姐我認為其實 電子股 電子期明天會出現一個 所謂的頑強的抵抗 我為什麼說頑強的抵抗 因為它還是空方格局 為什麼 它仍然在季線跟月線下面 所以它是空方格局 但是因為它跌到半年線的這個位置 它會出現頑強的抵抗 那金融跟所謂 所以再跌真的有可能談了 我認為明天可能會談一兩根 這個機會是相當 我認為是相當大的 可是金融跟所謂的飛晶電的部分 金融的部分其實原則上 大家比較忽略它 比如說像富邦金跟國泰金 其實都是大漲的 那原因在什麼 當然因為通膨 那聯準會可能會 實力率很高 它會升息 所以會有利差 所以原則上目前金融 跟所謂的一個飛晶電 就是所謂的傳產的部分 我們還是維持在一個正向 所以多方格局是這兩個 所以要做多 還是以金融跟所謂的傳產為數 可是強短的 這個要預告任何大 強短的短線 可以以這個電子 為一個操作的一個要件 但是從小台來看 好像閃貨還沒有死心 對 除了小台以外 我們再從這個選擇選序看 我為什麼一直跟各位強調 我認為明天跌 甚至開地走高機會都會有 因為今天殺成這樣子 選擇權最大支撐在16400 今天收盤大概在16500到16600 所以只剩一百點而已 所以明天再跌 其實短線上面 很有可能會是一個支撐 我們再從小台上面去看 好 小台的部分 那今天說真的 這個小台 小台的散戶 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 它是一個反指標 也就是說它如果做多 短線上面會跌 那我們看一個很神奇 很懸的一個地方 昨天的一個小台值 昨天散戶小台是做多 結果今天跌了多少 期貨跌了700多點 那今天呢 那我跟各位講 其實散戶的一個 所謂的期貨小白 他們很喜歡做逆勢單 也就是說越跌 他們越買 可是這個買的幅度 沒有我們想像中預期的 那麼樣的一個高 所以短線的一個轉折部分 只要他們能夠認出 甚至翻空 像這邊一樣 它如果出現一個 翻空的一個部分的話 所以還要看它今天做多單 還是空單 對 它今天做多 排水 它今天做多 那怎麼辦 對 那變成說它做多的部分 所以明天還是會開低 可是開低我剛剛講的一些架構 電子 金融跟船產 沒有太大問題之下 可能開低走高的機會就會存在 好 我想在船產 不管是在船上 還是鋼鐵人 這個時候很擔心 會不會多殺多 因為在今天鋼鐵 竟然看到了中鋼 一度打到跌停板 對 當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比較恐慌 但是其實很多的船產 今天都沒有收最低 所以如果你問我說 明天會不會多殺多 我認為不會 但是要不要警戒 我認為要 好 那為什麼我認為要這樣呢 第一個 如果各位有去過雲南的話 就聽到一個順口流 叫雲南十八怪 其中有兩怪 一個叫娃娃全油男人帶 一個的話叫這邊下雨那邊曬 好 那現在的大盤禁是怎麼樣呢 台股旗子十八怪 早就已經怪到一個很離譜 大盤全油全產帶 電子氣負沒有礙 那現在我要回過頭來去講 這個當然是在反映一個全世界的一個 通膨大周期的一個預期的概念 但是我如果在一個預期的初期 這是OK的 你想想看前一陣子在追逐 IC設計的時候 是我們對高成長 所以給予它高本一筆 那現在是因為我們對通膨的高預期 所以原則上我們會對很多的東西的 原物料的報價我們去高追尋 但是凡事總有一個鏡頭 我要提醒大家 台股最近創了三大紀錄 哪三大紀錄呢 第一個航運的市值比是2.6 5月4號早盤成交比重是31% 這創歷史紀錄 如果我們是丹麥 我們國家的台積電 就是相當於丹麥的馬斯基 那我覺得台灣的主體叫航運 那這個比重OK 但是現在不是 第二個部分半導體是台灣的積良股 5月10號的成交比重是20.7 20.7是什麼概念呢 已經輸航運 所以現在我們的經濟主體 如果不是半導體 那我們台灣的電子股全疊 我都認同 但是如果是的話 這個比重有點到極致 第三個部分 電子的市值比是62.5 但是今天早盤的成交比重是36% 這個是創金融海嘯以來的紀錄 所以我的結論是什麼 還沒有到反轉 但是要謹慎 也就是說天長地久有時勁 過於不及非常態 然後如何不被割韭菜 那我就提醒大家 幾個看盤的要點 第一個部分的話各位去看 高檔一定是看誰先脫隊 低檔一定是看誰先領軍 那高檔的脫隊的指標 這個叫飛電指數 第一次第二次 所以今天是第三次 又沒有收最低 所以我認為它還沒有明顯的 多殺多殺機下 但是今天有人因為疫情出了 這是事實 好 但是要警戒 另外回過頭去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世界上真的是通膨的大周期 你買船廠為什麼要賣 因為今天的高點就是明天的低點 你明天不管你怎麼做差價 怎麼會有比一紙報紙的 做然要來得多 那那麼高的周轉力跟那麼高的當充比 到底是哪來的 我覺得這一點大家去深思 好 那回過頭去誰在脫隊 鋼鐵沒有 航運沒有 紡織更沒有 好 但是塑化脫了 所以現在的塑化 已經開始有一點點轉弱的跡象 因為它率先跌破月線 那其中比較弱的應該是華夏 因為它是比月線更低的季線 它破了 然後再來比較好一點的市場的指標 你都不要去看任何的股票 你只要去鎖定1304的台距 看它有沒有轉弱 這是第一個看誰在脫隊 第二個部分的話 看誰先到極致 什麼意思呢 我記得之前有跟各位講 2018年的國際它的股價是1310 那一年用前一季的淨值來試算的話 它股淨比是11.6倍 你就記得11.6倍 就是這次船展的淨崩 好 那回過頭去 我們把所有的原物料的淨值 股價淨值比做了一個排序 現在誰最接近11.6倍 是陽明 陽明在昨天是8.93 今天是9.6 今天盤中是9.6 第二個 誰的淨值比上一次超出最多 所以是第一桶 我會建議大家 什麼股票你都不要看 你就看這兩檔有沒有轉弱 因為鋼鐵股一定有人漲一定有人跌 對不對 你今天一定會有股漲 航運股一定今天比如說貨櫃弱了 然後散裝就強 你都不要管 你只要去管這兩個領頭羊 有沒有出事 如果他們沒出事就沒事 其他都沒關係 其他都沒關係 好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要提醒大家 去看一個什麼東西 每天要去看即時報價 這個時候要開始追 追航運的報價 第一個要去追SCFI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上海出口集裝櫃 這個集裝箱運價指數 他們每個禮拜五的三點鐘更新 你每個禮拜去盯它一次 第二個即時的就是MSCI的海運指數 你一定要去看即時的報價有沒有在動 第三個部分就FBX 有註冊的就是每天可以看得到 沒註冊就每週 你現在在做航運 不管你把EPS講再高 你就是把報價盯了 報價反轉什麼都不用想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在講到 融資多差多 各位再去計算傳產股的融資 絕對不能用張數 因為現在有了很便宜 有了很貴 你一定要把它去換算成融資的金額 增加出來之後 然後隔一天再把前一天的 這個表單拿來對 今天畫差的都是表現不好 今天畫圈的都是表現好 當有一天出現了全部差的時候 那一天你就要警戒 好 怎麼樣畫差 怎麼樣畫圈呢 比如說我們來看陽明 你如果在平盤以上 平盤附近的那個一定都是圈 但是如果你有碰到跌停板的 你可能就要先給他一個差 你的差和圈是股價的漲跌 是股價的漲跌 你就是用融資來去看 隔天股價穩不穩定 好 我來問到底傳產股 這時候還能不能抱著 很多人快要抱不牢了 所以我們先來問鋼鐵 鋼鐵要繼續抱著嗎 認為要繼續抱著給圈 請舉拍 鋼鐵要繼續抱著嗎 來 我們來看 總共有 三票圈 四票圈 兩票在中間 四票圈 兩票在中間 好 我們來問航運要抱著嗎 航運認為要抱著的給圈 請舉拍 好 目前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 有四票圈 一票在中間 一票是給差 陳彥是給差的 好 當然談穿產 談航運 一定要談談原物料行情 所以昌星 原物料行情到底怎麼看呢 現在高尚美銀都說 銅價還會再上上飆高 問題是中國出手了 倫敦期貨的銅價 現在有人說要上看一萬一 所以怎麼看原物料行情 我想其實原物料行情是這樣 原物料它其實是一個所謂的 一口氣到底的行情 那原物料看兩個重點 一是什麼 匯率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供給跟需求 那匯率的關係就很簡單 因為原物料大部分都是美元報價 以人民幣報價比較少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美元的一個強弱勢會影響很多 那上個禮拜我們看到 飛農就位數據 為什麼要提到這個 因為大家就 哇 飛農很慘 那怎麼辦 飛農本來預期一百萬人 結果開出來二十六萬人 哇 好像完蛋了 不是 其實你要看到 是什麼東西漲不下來 是美元 所以既然我對升息的預期 往後了 其實葉倫看已經是什麼 葉倫跟鮑威爾喘了一口氣 所以看到這樣的狀況下 美元就什麼 開始弱勢 所以大家看到 美元在這裡就怎麼樣 大幅回檔 所以美元其實這一波 很強勢回檔 那造成怎麼樣 造成原物料的價格怎麼樣 持續的攀升 所以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知道了 現在的原物料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整個全球的重心 那台灣其實在整個原物料行情裡面 我們佔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原物料的商品 期貨 而且我們跟原物料相關的企業 說真的也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把全球拿出來看 給大家看一下CRB指數 CRB指數簡單科普一下 就是說其實在貴金屬方面 只有佔20% 所以以這樣的一個角度來講 CRB指數這一波沒有大漲 只漲到相對的高點 為什麼 因為原油還沒創新高 所以現在整個通膨是輪來輪去 你輪我 我輪你 他輪他 所以現在是輪到什麼 輪到金屬在漲 因此我們現在要觀察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說 原物料是不是適合再繼續追 繼續做 我認為整個原物料它就是週期性 只要這個週期沒結束 就可以要繼續做 現在還是大多頭 還是大多頭 那我們舉幾個例子 讓大家來看一下 這就是高盛的報告 我簡單這是英文 我簡單把它翻成重點 講一下就是說左邊這個叫做銅 右邊叫做鋁 銅鋁其實有幾個重點就是 中國的碳中和就是 它不讓你生產這些高污染行業 那高污染行業你生產的 越來越少的狀況下 大家看到電動車 還有一堆的需求是什麼 銅跟鋁都需求很大 那這個我們看到 美國拜登的基礎建設 也要很大的一個需求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怎麼樣 它的需求什麼維持 但是什麼 它的供給是減少了 這是一個銅的部分 那鋁的部分結構性 也有繼續改變 是嗎 美國怎麼樣 開始做基建 所以囤貨 再來怎麼樣 汽車的生產也缺料 再來怎麼樣 中國的部分 所以看到這樣的話 其實它的缺口會越來越大 所以銅跟鋁 以高盛來講 高盛認為銅是繼續好 鋁也不錯 所以兩個是違規金屬 應該說有色 工業金屬裡面 他們看的最好的部分 好 我們再往下來看 那麼在工業金屬持續創高不變的計劃之下 其實倫敦 齊銅跟齊鋁 也一直往上走高 對 所以我現在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我們剛才講這麼多 同樣一個重點 你能不能持有這些原物料的傳產股 或是鋼鐵股 其實鋼鐵股不太算是這些 所謂的我們說的有色工業金屬 它其實是跟黑色金屬比較有關 可是你看到這些銅 鋁相關的產業 其實你就看期貨的報價 我們都說股價跟期貨價格 期貨價格走在前面 所以期貨價格以今天來講 創高拉回 那左邊的話也是一樣 右邊一樣 所以兩個期貨的價格都創高 那反映到股市 大家看到 其實台灣沒有這樣的股市對不對 我先給大家看 我們先不要看台灣的 我們先看大陸的 大陸有兩個 一個是紫金礦業 一個是雲鋁 鋁當然是做鋁的 今天是怎麼樣 下沙收腳又收 其實大陸股市今天相對比較強 所以大家看到這樣的一個過程 再對比到美國 美國的鋁業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是高開低走 開高走低 所以整個現在的態勢 就等於怎麼樣 所有的原物料上升趨勢 都沒有破壞的狀況下 那台灣很抱歉 銅就只有兩個 一個上面叫0067631 這是ETF 它是對應我們剛才講的 銅的期貨對應的ETF 所以它是你去買它的股票 經紀人幫你去買期貨 還是多投資 下面是第一銅 第一銅就是有最財 盆通創新高 那當然它有收上一些劇烈震盪 我認為各位只要銅跟鋁的價格 沒有變化 這個我們說工業金屬沒有變化的話 這些都還可以做一個續爆的動作 一定要來集結傳產股 特別是傳產現在出現了大震盪 小白不退 娟姐 融資還在增加 爆量 今天哪一檔股票不震盪 今天基本上就是震盪很厲害 但震盪很厲害 我們還是要分出 到底誰是多投 誰是空投 好 來 融資暴增 暴量的傳產會不會多殺多 我認為不太會 不會 你還是要看每個股票的位置跟邏輯 比如像這個中石化 它已經跌破月線了 跌破月線 現在整個縮化股基本上都很弱 所以這樣中石化 基本上我認為就整個族群 它沒有一個族群性 那如果說沒有族群 你先不要理它的話 像剛剛我們是不是看了中鋼對不對 那我們不要理它的不要講 我們要理它的好不好 要理它的 要理它的來 要理它的中鋼 大成鋼 還有長榮 一度打到跌聽要不要解 我認為這個是後面的恐慌氣氛殺出來的 問題是殺出來之後它有拉起來 而且如果說你去看頭鋼的話 頭鋼還是一樣在大買超 大買中鋼 我認為還是可以買中鋼 頭鋼已經買 買到今天就一直買 一直買 法人如果說還不離不棄的話 那只是它也沒破線 五十線到底跌破沒有 我們剛剛是不是研究說 什麼大盤是不是倒極線 基金有沒有守 不好意思它五十線都沒跌破而已 說實在也不是被嚇打的對不對 對啊 所以這種強勢股 中鋼穩的話中鋼 大成鋼它有沒有族群性 我認為這個不用出的 好 我們再回來看六宮格 除了中鋼出來 像這個長榮 長榮跟陽明兩個就一組的嘛 一組的 今天什麼行情還可以收紅 這個算非常強了吧 五十線也沒跌破 所以像這種我認為 衛線一樣是OK的 但是陽明沒有收紅 陽明也沒有破五十線 震盪比較大而已 2609我們來看一下 盤中走勢 我們先看盤中走勢 陽明在今天 震盪比較厲害 震盪比較厲害 跌了2.89% 對 但是線都沒有跌破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多方的格局 那也是多方格局的話 真的要怎麼樣的話 等破線再來說 它現在都沒有破線 所以這種強勢股要穩盤的話 一定是先把強勢股也穩住 甚至像剛剛常說的原物料對不對 我們剛剛是不是看到 它什麼滑心跟滑龍 原物料的 這個也都在天上沒有下來 那既然沒有下來的話 就是這種 這些強勢股我們剛剛是不是看的 鋼鐵對不對 航運還有這個那個 那個銅的這些標的的話 如果說都沒有下來的話 如果說我自己看著這個角度 我要先穩拍 所以除了舒嬅你比較擔心之外 其他你都沒煩惱不用怕 這我都沒煩惱 我覺得這都今天 害來害去疫情的關係 大震盪這樣子而已 所以不用怕 對 我覺得不用怕 還可以留意 是不是 你不是說我 你是不是不怕 一些不怕 還可以留意 那我不是說我 我不是說你 是個奇怪的 這個病毒 我應該都要 有她